欢迎来到我们的《今天大新闻》 节目 今天我们将带来三则引人注目的新闻 首先 随着古巴宣布对持有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免签 并且中国至古巴的直飞航线即将于5月17日恢复 中国公民对古巴的旅游搜索热度急剧上升 显示出中国游客对于探索古巴这个拉丁美洲国家的强烈兴趣 接下来 我们将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欧洲的经济使命 特别是他在法国的访问 意图在硬骨头与软骨头之间找到平衡 以加强中欧经济合作 最后 我们将带来来自乌克兰的最新消息 乌克兰多得遭遇俄罗斯的袭击 总统则连斯基宣称成功击落一架俄国苏凯夫25战机 这一事件再次凸显了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持续的冲突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国际政治的大舞台上 各国领导人的外访 往往被视为重要的外交活动 不仅是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桥梁 也是展示国家形象与外交策略的重要机会 最近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欧洲之行引起了广泛关注 这不仅是因为他此行涉及的国家和地区 更因为这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次意义 和可能引发的一系列国际政治效应 根据香港电台报道 习近平此次对法国的国事访问 是他第三次访问法国 期间他与法国总统马克龙 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了三边会谈 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增进政治互信 凝聚战略共识 深化各领域 交流合作 习近平在法国报章发表的署名文章中 强调了中法关系的重要性 以及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深化合作的意愿 然而习近平此行欧洲不仅仅是为了加强与法国的关系 据网络媒体报道 他此次欧洲之行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一方面他需要在法国这个硬骨头上下功夫 另一方面他还将访问塞尔维亚和匈牙利这些软骨头 以轻松一下 但不管是硬是软 习近平此行的主要目的都是经济合作 尤其是希望欧洲市场能够更加开放地接纳中国的产品 特别是电动车等新制生产力代表产品 然而这并非易事 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在2022年达到了最高 欧盟正在考虑对中国的大建产品 如电动车征收关税以保护本土工业 习近平希望通过与欧洲的合作 让中国的产品畅通无阻地进入欧洲市场 但欧洲对中国的工业补贴等非市场手段持反对态度 此外 欧洲还对中国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的立场表示不信任 这无疑为中欧关系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尽管如此 习近平并未放弃努力 他试图通过与欧洲的友好国家如匈牙利和塞尔维亚 加强经济合作以此绕开欧盟的统一政策 实现中国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目的 但是这些国家虽然在政治上可能与中国保持较为友好的关系 但在民主制度的作用下 中国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力也面临着挑战 例如匈牙利政府与中国签订的在布达佩斯建立上海复旦大学分校的协议 就遭到了当地市政府的反对 总之 习近平此次欧洲之行是一次充满挑战的外交尝试 他不仅要面对欧洲对中国经济策略的质疑 还要努力克服中欧在国际政治议题上的分歧 尽管前路不易 但这也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展示其外交智慧和策略调整能力的机会 如何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与欧洲建立更加稳固和谐的关系 将是习近平及其团队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 在这个充满紧张气氛和不断变化的世界舞台上 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 而科幻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逃避现实的方式 同时也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想象 在另一方面 全球经贸关系的变化同样牵动着各国的命运 尤其是中国与墨西哥之间复杂的经贸关系 更是在国际政治的大背景下显得格外微妙 让我们深入探讨这些事件背后的故事 皆是他们对我们世界的深远影响 首先来到乌克兰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报道 乌克兰多地遭遇俄罗斯的袭击 造成了至少两位平民的死亡 在这场冲突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称 乌军成功击落了俄罗斯的苏凯 25战斗轰炸机 这一事件不仅展现了乌克兰军队的坚韧和勇敢 也反映出了冲突的激烈程度 泽连斯基在其每晚的视讯演说中强调 只有通过武力才能迫使俄罗斯放过乌克兰 他对即将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和平会议 寄予了厚望 尽管俄罗斯并未受邀参加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 科幻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提供了对未来的无限想象 中国科幻四大天王之一的王靖康 在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 分享了他对科幻文学的看法 他认为科幻文学应该成为世界各国人民交往的桥梁 成为世界的一铁清凉剂 王靖康的作品《水星播种》 入围了2024年余果奖 这不仅是对他个人创作的认可 也是对中国科幻文学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的证明 而在全球经贸关系方面 中国与墨西哥之间的关系尤为复杂 据联合早报报道 近来美国在太平洋周边编织对抗 围堵中国的巨网 墨西哥也积极扮演了联美抗中的角色 墨西哥政府最近宣布 对544项进口商品征收临时关税 这一决定直接影响了中国等 没有和墨西哥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 尽管两国自1972年建交以来经贸关系紧密 但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和排挤下 墨西哥对中国的态度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这些事件背后的故事 无疑是复杂和多维的 从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冲突 到科幻文学对未来的想象 再到中国 和墨西哥之间的经贸纠纷 这些都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 它们不仅影响着国际政治的格局 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类社会的现状 和未来的走向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 我们需要更加努力地寻找和平与合作的途径 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挑战 在一个充满紧张气氛的世界里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在犹太人大屠杀纪念日的讲话中 坚定地拒绝了国际社会要求 停止加萨战事的呼声 东方日报报道称 内塔尼亚胡强调 即便以色列被迫孤军作战 也必须继续战斗 因为这是保证国家生存的唯一途径 他将哈马斯与二战时期的内粹相提并论 认为两者都有消灭犹太人的意图 内塔尼亚胡还批评了 美国校园内的反战 和支持巴勒斯坦人的示威活动 将其与上世纪30年代德国的反犹太情绪相比较 形容为反犹太主义的火山爆发 与此同时 中央社报道了以色列关闭半岛电视台 在当地营运的消息 以色列官员声称 这一决定是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 半岛电视台被指控传播威胁以色列安全的信息 但电视台方面则强烈否认这一指控 称其为危险而且荒谬的谎言 并强调保留 采取一切法律行动的权利 半岛电视台一直以来 对以色列对加萨的军事行动 持批评立场 这次的关闭行动 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 欧克尔也对关闭半岛电视台的决定 表示遗憾强调自由和独立的媒体 对于确保透明度和责任承担是不可或缺的 另一方面 明报报道了一个与战争无关 但同样引人注目的事件 在北京清华大学113周年校庆期间 校友聚餐后出现了大规模的食物中毒现象 上百人出现了呕吐 腹泻 发热等症状 这一事件引起了北京疾控中心的关注 并已介入调查 涉事餐厅对此表示 相关部门已经检测了食材 但目前还无法确认 引发不适症状的病毒源头 这些事件 无论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冲突 还是在校园内发生的食物中毒事件 都反映了当前世界的复杂性和挑战性 从内塔尼亚湖对加萨战事的坚持 到以色列政府对半岛电视台的关闭 再到清华大学校友的集体中毒 每一个事件都在不同的层面上 触发了公众的关注和讨论 这些事件不仅仅是新闻 它们也成为了人们理解当今世界的一个窗口 反映了国际关系 媒体自由 公共卫生等多方面的问题和挑战 在韩国的移动端APP市场上 中美服务商的表现格外引人注目 据韩联社报道 中国的跨境 电商平台 TEMU和美国的视频网站 YouTube分别在购物和内容领域 成为了炙手可热的APP 根据韩国数据服务提供商IGA Works的统计 TEMU在4月的新增下载量 高达228.0344万 连续8个月 稳坐新增下载量的冠军宝座 其月活跃用户数量 更是达到了693.1837万 位列购物APP第四 而YouTube则以其4546.8031万的月 活跃用户数量 和18.52921小时的使用 总时长连续5个月 占据了韩国APP使用时长的榜首位置 同时 中国铁路12306官网 宣布了一项重要的票价调整 根据明报的报道 从6月15日起 武广高铁 护航客专 护铿客专 航用客专等多条热门线路 将实行有声有降 差异化的折扣 浮动策略 其中 部分路段的票价最高增幅 接近两成 但也有线路的票价 降至五五折 这一条价策略 被国铁集团描述为 正常市场行为 并承诺将进一步提升 服务质量 另一方面 内地五一黄金周期间 浙江燕荡山的攀岩体验 成为了热门活动 但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明报报道称 由于游客数量激增 许多攀岩者 在半山腰处动弹不得 情况十分惊险 景区回应称 攀岩体验安全有保障 如果游客再办到需要救援 每人将收取 300元人民币的费用 该景区的工作人员解释 拥堵主要是由于 有的游客爬得慢 或停下来拍照造成的 景区提供的速降 服务在前半段免费 但后半段 因难度较高 需要收费 这些报道 不仅揭示了技术和服务业 在全球范围内的动态变化 也反映了人们对于旅行体验 和便利性的不断追求 无论是在韩国市场上 受欢迎的APP 还是中国铁路票价的调整 亦或是燕荡山攀岩体验的 安全与服务问题 都体现了 在全球化背景下 企业和服务提供者 需要不断创新 和适应市场需求 以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 在这个世界上 有些地方的奢华 与独特性 几乎是难以置信的 沙伦意报 最近带我们一览 全球最昂贵的酒店 这些地方 不仅仅是住宿的地方 它们是梦想 奇迹和极致奢华的体现 从坐落于迷人海岸线的 私人别墅到高耸入云的城市套房 每一处 都有其独特的故事 和无与伦比的体验 想象一下 沐浴在阳光下的无边泳池 俯瞰着壮观的景色 或是在星空下 享受顶级的美食 这些酒店 不仅仅提供了一个过夜的地方 它们提供了一次 生命中难忘的旅程 华尔街电视 Wall ST TV 则从另一个角度 为我们揭示了奢华的定义 作为一家总部社 在纽约的财经新媒体 华尔街电视 专注于向 全球专业精英报道时事 财经 科技和生活娱乐等内容 在它的报道中 我们不仅能够了解到 全球经济的最新动态 还能窥见那些 只有少数人 能够享受的生活方式 从科技巨头的豪宅 到顶级投资者的度假圣地 每一个故事都能激发 我们对于奢华生活的 无限遐想 然而 奢华并不总是 关于物质的 它也可以是一种 独特的体验 这一点在 长沙坡子街派出所 成为网红打卡圣地的 奇特现象中 得到了体现 据明报报道 这个派出所 因为一档叫做 守护解放昔的警务 即是观察类真人秀 而声明确起 游客们蜂拥而至 不是来自首或报案 而是来与派出所 门拍合照 甚至模仿一范的姿势 进行拍照 这种独特的打卡方式 虽然引起了警方的提醒 但也无疑成为了一种 非传统意义上的奢华体验 那就是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焦点 另一方面 明报也报道了一个 关于旅游的新动态 中国公民前往 古巴旅游免签 这消息已经发布 立刻在中国 引起了旅游热潮 古巴 这个位于加勒比海的岛国 以其独特的文化 历史和自然风光 吸引了无数游客 中国游客 可以毫无障碍地探索 哈瓦那的古老街道 品尝正宗的古巴美食 或是在蓝色的 加勒比海边放松 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 这是一次 跨越文化和地理界限的探险 从全球最昂贵的酒店 到长沙的网红打卡地 再到古巴的免签政策 每一个故事都在 以不同的方式定义着奢华 无论是物质上的极致享受 还是精神上的独特体验 奢华总是关于超越日常 探索未知 体验非凡 在这个多彩的世界中 奢华以各种形式存在 等待着每一个 渴望探索的兴趣发现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整理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